第十星期 扶我扶 我不扶 我就是不扶 我就是不扶 我不扶 把她拽起来 喝头 过去快走 别怪我 你们都别过来 国境 我收拾拖雷关你何事 你给杀我安达 我就敢杀你 这把匕首 是你的吧 你姓杨 我姓郭 孩子 你娘叫什么名字 我娘叫李平 你爹爹呢 我爹叫郭小天 孩子 我们寻了你六年 就是为了找到你 教你武功 让你报仇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我要学本事 为我爹报仇 七位师父在上 独授弟子一拜 自那日起 我成了江南七侠的弟子 那一年 江湖上杀人说法 恶贯满盈的黑风双善 也来到了大河 他们为了杀我七位师父 挟持的人 可能是出生魔毒不判我吧 那场大战 我竟意外刺到了 红氏陈旋风的罩门 将他刺死了 替师妹朝风下饮顿走 可我的武师父张阿胜 却也死于乱阵 金儿 起来 武师父被救我而死 爹子心中难过 江湖生 江湖死 这就是咱们的命 这就是咱们的命 你武师父为正道除恶 死得其所 你日后 你日后一定要秦家习武 学好师父们的武功 告过英武师父 在天之灵 弟子定不辜负师父们的希望 自那以后 自那以后 我跟随六位师父习武 全剑暗器 轻身功夫 她们一向一向轻脑相受 可是 静儿确实不是习武之才啊 咱们传授她十招 她最多学会一招 静儿这孩子啊 还真是 大哥 不想把这孩子 给那牛鼻子姥姥送回去吧 当年的赌月 咱是输了行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武哥岂不是白死 当年咱还是放下豪言 如今半途而飞 还永何面目再反中原 我们不要灰心 静儿虽然愚笨了些 可好在她听话刻苦 天道除勤 有为可逝啊 不错 咱们江南奇怪 向来一诺前进 没有退缩的道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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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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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练功的 怎么长进这般柔弱 二哥 你下手也太重了吧 中兰山差人送来一封信 看看说的什么 信上说 仇主姬已经找到了杨铁新的后人 并受他为毒 他这次提及了两年后的家乡比武 看来 信心十足啊 这十几年 静儿的武功一直没有太大涨进 比武之起将近 静儿倒是恐怕打不过人家 万一受伤可怎么时候 怎么和他母亲交代 师父们说 我十八岁那年又远赴江南与一个人比武 那个人是我异弟 叫杨铁新的后人 这般练法再练一百年也没用 你说什么 可瞧清楚了 我说什么 好 管闻前辈是 你的师父们 都是武林中的顶尖人物 这十年来 他们肯定是对你细心地调教 毫无保留 你却近义不多 你可知 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太笨了 师父们再怎么教 也教不会 那都未必 只是 教而不得其法 学而不得其道 你的七位恩师 曾经与我的师弟邱楚基 有过私约 我若私下传你武功 岂不失了公平 但 总算你我有缘 我就传授你一些 不惜行路 睡觉的法子吧 我有四句话 你要牢牢的记住 私定 则情忘 体虚 则气运 心死 则神活 阳圣 则阴消 私定 则情忘 体虚 气运 则气运 则心死 则情罤 则气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也好像突然开窍了 进步如此神速 咱们这次赌约 有希望了 不对 你也察觉到什么 不后说 我 我去试试他 大胆逆途 弟子误伤二师傅 选师傅们责罚 我挠你 不是因为你伤了你二师傅 而是你这一身内加工夫 是跟何人学的 那加工夫 就是我胸口上一团乱窜的热气啊 对 这就是内功 静儿 这何人教你的 六位师傅 这两年确实是有一位前辈 在指点我睡觉呼吸的方法 但是他并未教弟子一朝一世啊 他还说 六位师傅的武功不在他之下 也不让我教他师傅 那人什么来历 他让弟子发誓 不能和任何人形容他的外貌 行踪 弟子既然答应过他 就不能使用 静儿说得没错 咱们行走江湖 就讲究个忠义诚信 一切去吧 好 大哥 跟上 走 好 没想到静儿的轻功竟如此了得 想必那神秘人就在上面 大哥 怎么办 跟上去瞧瞧 大家一会儿见机行事 来 大哥 你都老熟人了 原来山顶之人 就是美超风 什么 静儿 竟然是跟着这女魔头学功夫 没想到 咱们十几年的奔波 竟然是养虎为患 静儿平日忠厚老实 他不会是那样子的人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老实人能和这样的武林败类为伍 不可能 静儿杀的可是同时陈玄丰 那可是那贼婆娘的汉子 这就是美超风的歹毒之处 定是弃静儿年少无知 贪图武功 利用他对付咱们 只怕是咱们遭了毒手 静儿也难逃一劫 等天下武林知道 我们十多年养了一个 忘恩负义之人 注定被持绣一世 你的意思是 今晚 请离门户 除恶无尽 除恶无尽 道长 怎么了 别是美超风 美超风 不要冲动 到这十年来 这个牛魔头的九鹰百股朝 已经大成 我未必是要命数 咱们先等待时机 再动手 再动手 四叔吧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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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了你十年了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我也正训你们呢 今晚你们送上门来 那我们就一起清算清算 还我五个命来 除恶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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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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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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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走 师父 你叫谁师父 师父 你这是干什么 女魔头教你武功 就是为了让你对我们反个一击吧 你徒 我今日就要废了你 你为什么不躲 弟子绝不会伤害师父们 还在这花言巧语 你不忍心下手 让我来 且慢 两位且慢动手 何夏是 咱下马玉 久仰江南齐霞的威名 咱下无意插手你们师徒之间的家务事 但是咱下与郭靖有缘 怕是闹出了些什么误会 难道传授静儿内功的是道长 郑氏在下 未经七侠的应允冒昧至极 还望多多百寒 快来 帮忙 师父 快来 原来是钟南山的道士 什么名门正派 不过是一多七少 留着你这样的妖邪 只会祸害整个江湖 人人得而出之 人人得而出之 江湖路远 咱们不死不休 不要追了 京儿 此次就由你独自去赴那比武之约 师父们不跟弟子一同前往啊 上次让梅超峰逃走 前些日子大漠传出来他的消息 我们想趁他大伤未愈 去寻他 除恶无尽 那师父们千万要小心啊 弟子一定不会给师父们丢脸的 此番你独自闯荡 这些经历是任何师父们所传授不了的 记住四个字 打不过 逃 好 京儿 你可记好了 三月二十四中午 必须赶到嘉兴府最先九楼 就是有天大的事 也不能失愿 弟子知道 三月二十四中午 嘉兴府最先楼 等我们收拾了那个女魔头 我们自会去寻你 好的师父 我打得上吗 驾 驾 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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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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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的 偷偷 报件 报件了啊 看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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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的臭乞丐啊 偷东西偷到我们这儿来的 想要啊 那给你们了 好好的馒头让你弄成这样 这还怎么办啊 给我打 别动粗 怎么着 想打架呀 不是 这些馒头的钱 我来给 你看 够不够 行 今天算你走院 我们走 小兄弟 小兄弟 要不 我请你吃好吃的吧 好 我正好一个人们的无聊 想找个伴 来 二位客官 里边请啊 小兄弟 你是江南人吗 怎么了 我母亲是浙江丽安人 师父们都是家乡左近人士 所以我听你的口音就 特别地 这边 特别什么 我也输不上来 是亲切吗 正是 正是 小二 点菜 对 点菜 要啥饭 你才要饭呢 真是狗眼看人低 你觉得我穷 吃不起你家饭菜是吧 吃得紧 吃得紧 刚刚偷馒头的不就是你 好个失恋眼的家伙 大哥 你做东 是我随意吃多少 你都做东吗 小兄弟 你随意点 你能点出什么好菜 只怕是拿你们这儿 最上等的好菜了 这不合我胃口的 只要您老人家点得出来 我们店 必定做得出来 但是就怕这 吃完了 没人付钱呢 这位爷 你想吃什么 来 半斤牛肉 一斤羊肝 小兄弟 喝不喝酒 牛肉羊肝 好吃吗 第一次来中原 不慎了解中原的风土人情 你待我尝尝鲜 也让我长长见识 好啊 那咱们先吃果子 好 喂 先来四肝果四仙果两仙串丝蜜蜜蜜 什么果子蜜蜜 你们这小地方 穷酒店 量你们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 肝果四样 就是荔枝桂圆蒸枣银杏 鲜果就减实鲜呢 咸酸嘛 我要吃气香樱桃和姜丝梅 还真讲究 这只是够凑合的 我真不想为难你 看你们这儿 也没什么新鲜鱼虾 下酒菜嘛 就来扒个马马哭哭的嘛 那您想吃什么韭菜啊 扒个下韭菜式 花吹鞍子 潮鸭掌 鸡舌羹 露肚酿姜肴 鸳鸯煎牛筋 菊花吐司 爆章鸥 再来个姜醋鸡鸡蝶子 我直解你们这儿会做的点 至于像昂贵的菜嘛 你们这儿 给就免了吧 这八个菜 价钱可不少 但是这鸭掌跟鸡舌羹 那就得几十只鸡鸭来做 这 这位大哥做东 您是觉得他吃不起吗 这 够不够 够够够够够够 小的这就去准备 二位还需要点什么 再来八个点先 差不多得了 二位要用什么酒 你们这儿有什么 小店有十年沉的三白粉酒 要不先打凉角尝尝 凑合也行 好 好嘞 您稍等啊 拿多了啊 没有啊哪儿有啊 这个你收好 你得多了 其实我还有 这样样都是 我从未见过的美味 你从未去过江南吧 俗话说得好 吴月地追忆梦中人 明瓦沙飞千里浪 乌朋船在画唐春 摇落水相浑 说的便是江南 虽然我听不太懂 但听起来感觉很美 小二 来 魏明妹 你过来 怎么了 客官 你们这姜瑶珠 是五年前的成货 这都好一起拿出来买 我也不太清楚了 客官 我是本店的掌柜 您这舌头啊 太灵了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啊 小店啊 没有江瑶柱 这还是刚从本地 最大的酒楼让来的 那还不快撤掉 快快快 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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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接着吃 来 扔这个杯子就行 小兄弟 干 好住 来 来 吃扇个 大哥 大哥 你在看什么 小兄弟 你皮肤白皙 干嘛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咱们聊好久了 菜都凉了 败了 饭菜凉了没关系的 也可以吃 不好吃了 小二 怎么了 快快 把这些凉了的菜 全部撤下去 咱俩原来都重做一份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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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打把手 打把手 撤赛 撤赛 大哥 打扰了 咱们后会有期 等一下 兄弟 你我一见如故 我看你一扇单薄 我这件雕球 你穿上吧 还有 这点盘缠 来 拿上 以后不要再拿人家馒头了 去吧 走 大哥 哥哥 兄弟还有何事啊 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 这倒给忘了 我姓郭明静 兄弟你呢 我姓黄 单名一个容子 黄贤帝 你这是要回南方吗 如果要回南方的话 咱们结伴同行如何 我才不回去呢 干嘛不回家呀 我爹爹不要我了 令尊怎么会不要你呢 他困住了一个人 一直不放 我见那人可怜 一人闷得慌 便拿了些好酒好菜给他 还陪他说话 爹爹知道了 大骂了我一顿 我就偷偷夜里跑出来 那你跑出来多久了 一个多月 那这个时候你爹爹 肯定在想你了 对了你娘呢 早死了 我从小就没有娘 我 我正好和你相反 我爹走得早 我是从小跟我娘长大的 那是爹好 还是娘好 这我也不知道 总之你玩够了之后 就回家去吧 他都不要我了 我回去干什么 不会的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或许他已经找过了 没找到呢 也是 那我玩够了便回去 好 大哥 我向你讨一件宝物 你肯吗 兄弟你尽管说 哪有不肯之理啊 我喜欢你这匹上等宝马 兄弟你喜欢 那拿去就是了 来 真的 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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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什么 你不做了 好 咱们 老板 来 抓好了 等一下啊 小鸿吧 今天 我要把你送给我的好朋友 王贤定 以后你要乖乖听话 不许耍便宜 来 乖 走吧 房传统 吴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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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ρώ 送 那边在玩什么新鲜 这么准 灰小卫 外面在比武招亲 比武招亲 怎么说 就是穷爱意的 搭台子嫁女儿 谁要上台打赢他家女儿 就能娶了他 有趣 走 我们也求下去 好 我可不行 我伤就挨揍了 是是是 你怎么让他 快下挨揍了 在下姓慕名义 山东人士 路径跪地 一不求名 二不求利 只因小女尚未许得婆家 她曾许下一个心愿 不忘夫婿富贵 但愿 是一个武艺超群的好汉 具体什么个道路啊 说说呀 说说呀 说说 好 凡 您在三十岁以下 尚未娶亲者 能胜小女 一拳一脚的 在下便将小女 许配于她 看主蛋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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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武昭亲的 可是这位姑娘 在下姓慕 公子爷有何见教 我想来试试 公子爷取笑了 小人妇女是江湖草莽 怎敢与公子爷过招 不是来来往往 谁都可以上台比试吗 我喜欢比武 姑娘 和我打一场 公子 这不是寻常的赌胜教义 事关小女终身大事 还请公子爷见谅 你们比武昭亲 已有几日了 经历七路 已有大半年了 这期间竟无一人 胜得了他 这我就不信了 想来 武艺高强之人 不是已婚 就是不屑和小女动手 那好 都是习武之人 我来试试 来 公子 何必多多相逼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你放心 我绝对不打伤 打痛你姑娘便是 姑娘只想要打到我一拳 便算你赢了 没准不善 好吧 比武过招 胜负自须公平 快点弄手啊 对啊 走打走成尽 走到跑了 姑娘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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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别人 别人别人 Theater heavens 离开 好 好 吹 好 小三 效ify 五 好 公子明明打得过我 却一直收拾过我 是瞧不上我吗 我还没打够 继续啊 若公子是想拿我取乐 那便下台吧 比武你我多有乐趣 怎么会只是我取乐 看招 不 踩我干吗呀 卡 卡 塔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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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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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公子爷 敢问你尊姓大名 姓名就不用问了吧 我们住在西大街高深客栈 这就一起去谈谈吧 谈什么 既然你们妇女都不用和我认真比试 罢了 我赶着回家去了 你既胜了小女 我自然要将女儿许配于你 终身大事 岂能马虎 我们在拳脚上娃娃倒也有趣 招亲嘛 不必了 况且我那一掌 姑娘她不躲也不挡 我胜之不辱 公子爷 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了 我闺女 也不能夹你这轻薄小人 把鞋子还回来 这是她甘愿送我的 与你何干 她 虽不招亲 彩头我就不能不要 只可杀 不可辱 你再想自己 这轻薄小人 我 爹 你 你 我 你 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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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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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